韓國總統韻謝月和第一夫人 星期二在英國倫敦 受到英國皇室儀仗隊的隆重歡迎 國王查理斯三世和皇后 威爾斯親王和皇妃 以及英國首相新委成等人 親自到場迎接 當日韻謝月在英國兩院發表演講 表示他星期三將會和英國首相新委成 簽署唐寧街協議 由此韓英兩國關係 將會全面升級為全球戰略夥伴關係 將會成為全球戰略夥伴關係 共同時 我們將會建立一個自由 和開放的國際規定 唐寧街協議 涉及韓英兩國 在軍事、國防 網絡安全等方面的合作 同時也將會涵蓋人工智能 半導體、量子計算 航天等關鍵科技領域的研發和合作等 此外 該協議還將會加強兩國共同執行聯合國 對北朝鮮的制裁 以及防止北朝鮮發展核武計劃等 今年8月 美日韓簽署了重要的三邊協議 日本也積極推動和英國、意大利的戰機計劃 現在韓國有升級和英國的外交關係 外界分析 出於對中共的擔心 日韓尋求發展與美國及歐洲的關係 不僅能夠更好保護自己 同時也可以對中共形成為倒局面 來共同抵禦中共的威脅